前一年間,這本書只有一本都在課程中的生意 10名中6名 2023讀書實踢調查結果,總共讀書率是43% 實踢調查以後的確實力不然 在10年中,那數字是極端的 韓國人減少閱讀的理由,包括忙於工作沒時間 還有被智慧手機或遊戲等媒體取代 南韓政府制定計劃,重新增加被削減的讀書整形預算 同時整理系統,讓好書能夠銷售流通 目標2028年,傳人綜合讀書率提高到50% 為了鼓勵民眾閱讀,首爾市再次舉辦露天圖書館活動 四月開始的週末,首爾廣場,光畫門廣場 和清新川等三個地方同步展開 因來閱讀季節,朝鮮王朝第26代國王 也是大韓帝國開國皇帝高宗的書房 及浮宫急遇斋也开放给民众参观 急遇斋建于1891年 原本是高中的书房 间接建外国使臣的空间 2016年开始 作为小型图书馆对外开放 馆内有1700多本珍藏书籍 民众除了参观 还可以坐下来看书 风景很棒 在家里面有点聚集 书类的读书类书类 对于外国游客来说 也是特别的历史体验空间 我们在家里面走过去 我们在櫻园里面看过去 我们两个喜欢读 我们在櫻园里面开放了 这些古典的櫻园里面开放了 我们在櫻园里面的感觉 我们在韩国来来的原因 就是在櫻园里面的感觉 《紫幻재》的小型图书馆 在《紫幻재》的历史文化艺术 《紫幻재》关键以来的 主题类的写牌 《小型图书类》 《小型图书类》 《外国人》 《韩国文化文化读》 《小型图书类》 除了个其他地方 在其他地方 能够看到 《紫幻재》这些写牌 只要是寝宫的游客 都可以自由进入集域斋内部 开放时间到十月为止 七月和八月暂时休息 南韩官方积极推广 舒选环境 让国民爱上阅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